五个月内两起空难 引发了全球对波音新机型的忌惮 目前除了美国加拿大的部分航线 仍然一切照常之外 波音737 MAX 8机型直飞的 全球所有的航线当中 已经有三分之二被紧急叫停 中国第一个宣布停飞 波音737 MAX 8机型 那么今天中国香港民航处又决定 暂时禁止所有这一机型的飞机 进出或者是飞越香港 此外就是澳大利亚 新加坡 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 越南等等多个国家 都已经相继宣布停飞这一机型 欧洲方面 英国 法国 德国三个国家 最先是下达了停飞令 之后欧洲航空安全局 也在昨天做出了试航指令 暂停欧盟范围内 波音737 MAX 8和737 MAX 9 两款机型的运作 并且暂停了所有 由上述禁飞机型搭乘的 第三国运营的商业航班 进出欧洲的领空范围 由于和失航空难之间 有太多的相似性 不少的人猜测 这次的事故 是不是又是一起 由于机动特性增强系统 也就是MCAS系统导致的悲剧呢 在这儿呢 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系统它的工作原理 一般来说 飞机的正常飞行姿态 应该是平飞 当飞机和空气流之间 所形成的角度 也就是所谓的 引脚超过了一定值的时候 MCAS系统就会自动的 调整飞行的姿态 让机鼻朝下 恢复正常的姿态 以避免飞机 失速坠毁 但是呢 在失航的事故当中 引脚的传感器 发生了故障 这就使得系统 传回的数据 发生了差错 并且导致飞机的控制系统 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调整指令 在长达十几分钟的过程当中 失航飞行员多次试图 手动调整飞行姿态 但是最终 还是敌不过系统本身 击毁人亡 目前呢 从这个失航空弹来看呢 MCAS系统呢 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第一个缺陷呢 就是说 它采用的是单一的 这个引脚探测系的信号 那么这样会给 MCAS系统呢 带来信号的误常 其实这个空壳飞机 也有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但是它的算法就是说 需要两个或者三个 引脚信号有问题的时候 它才会认为这个飞机 确实可能是引脚出了问题 所谓的人际大战 实际上呢 飞行员对这个系统不懂 因为制造商没有告诉飞行员 这个系统是怎么工作的 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飞行员只要花 两秒钟时间 把那个电门切断以后 这个MCAS就不工作了 不过呢 在诗航的事故之后 波音公司呢 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操作通告 告知飞行员 MCAS系统的操作情况 以及如何终止它的工作 因此呢 在黑匣子的数据 没有读取完之前 还不能够就把这次的空难原因 与诗航那次画上一个等号 此外就是呢 还有分析啊 把矛头指向了 诗式机型所搭载的引擎 这款涡扇发动机 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省油 可以降低差不多16%的燃料消耗 一经推出呢 就受到了空客 波音 以及中国商飞等等 飞机制造商的青睐 不过 这款发动机 个头比较大 那么 是设计一款全新的飞机 来搭载这款引擎 还是改造已经服役了 50多年的737系列客机呢 波音公司选择了后者 然而改造工程 迁移发而动全身 把大的引擎 硬塞入旧的机型 这样一系列的改造 是不是太过勉强 是不是又给飞行 埋下了隐患呢 一切都还没有定论 其实在诗式的客机 黑匣子解读完之前 猜测都只能够是猜测 但是目前 可以确定的是 波音公司在技术上 的确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美国联邦航空局 已经要求波音 在今年的4月底以前 完成MAX系列客机的 软件升级 虽然这并不一定 与这次的空难的原因 有直接的联系